阿地震有沒有很可怕?地震不可怕? 而另外在經營酒店這邊受困的民眾後來也是陸續續的被送下山了 他們搭乘船機下山燒走的時候是再送下來了十一人 包含了七個大人以及四個小孩 那麼外觀看起來的時候還是很OK的 來聽一下民眾怎麼說 我們一天想換天墻醫療中心那邊還有受困 其實請趕快救了 民營是要去醫院嗎?還是身體有不舒服? 沒有 一間醫院 所以第一間就是有什麼 現在那邊真的很慘 都沒有排發熱肉 還有很多人就是混在天墻那邊 大哥昨天在上面還有雨鎮 是不是有一點蠻緊張的 我昨天還有急上的醫症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經營酒店這邊他們目前是優先的先送小孩 家長還有有慢性病患的人下來 因為就是在上頭 恐怕是身體沒有辦法可以附和這麼久的時間 而且藥物也有可能會不太夠用 所以會優先先把他們陸續的送下山 而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左區洞這邊受困的九個民眾 也是通通通都已經受困了 稍早也被送來了指揮所這一邊 可以看到他們來到指揮所之後 也是先進行這個簡單的檢商 看他們的身體狀況有沒有大礙 但是現在瞭解的狀況是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個男子他的腳步是有受傷的狀況 不過在花蓮這邊 其實現在也是有一點點飄雨的狀況 所以恐怕也會增添他們救援的困難 沒有任何的噁心老兔不適感 沒有任何的價点 請討厭 Deixa你們選擇